网路上面流传一段影片是一个林先生 他为了要向爱情长跑已经九年的女朋友求婚 特别找到一百个人说些祝福的话 向女友告白 而且把他拍成影片 PO上网给大家欣赏 在影片当中每个人异口同声的说着嫁给他吧 结果果真这个男主角掳获了美人心 嫁给他吧 嫁给他 快点快点嫁给他 不管是妈妈带小孩 还是不认识的路人 或者是卖场员工 人人一聚嫁给他吧 算一算总共找了一百个人来帮自己求婚 这影片的拍摄者也就是男主角 也太有心了吧 为的就是要赢得美娇娘的芳心 你就是我这辈子要照顾的女人 那么你愿意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吗 是不是很感人啊 爱情长跑九年 男主角林依达花了两个月做了这个求婚短片 要给女主角黄秀英 还放到网路上给网友大家一起欣赏 就连女主角好姐妹都上场敲鞭鼓 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求婚告白 男主角费尽心思亲自找到一百个人说祝福的话 只是这嫁给我吧 连听一百字还真的有点吃不消 嫁给他 嫁给他吧 嫁给他吧 一百个祝福代表男主角无限的爱 就在亲友的见证下成功打动美人心 嫁给他吧 求婚成功 祝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永远幸福 终于学问今晚如台北报导